已介入后汤圈,四海同欢歌 随着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 海南门昌航天发射场 一时成为举时瞩目的焦点 然而在这再入时刻时刻的日后 默默无闻的中国航天人 经历了怎样的坚固探索 长征7号的成功发射 凝结了他们何等的智慧与心血 举时即使也本期勃充 祝梦苍权 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背后的故事 海南省东部的文昌市龙楼镇 这个人口仅8.5万的海滨小镇 因为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而备受瞩目 2016年6月23日 随着长征7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 进度倒计时 军事计时记者走进了这座 我国最年轻的发射场 经验见证长征7号首飞的历史时刻 零距离解密 此次发射的台前幕后 我现在就来到了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场区内 来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天气特别的热 而且在视野当中出现了大片的绿色 感觉就像是一个生态公园一样 但是实际上呢 在两天之后也就是6月25号 这里将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因为长征7号将会在这里 这个新建成的发射场进行升空 文昌发射场 是我国纪九泉 西昌 太原 三大卫星发射场之后 建立的第四座发射场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这里一概往日发射场 设在荒漠或者深山密林中的固有形象 充满了椰林树 面朝大海的热带风光 从空中复看 这个面积达16000多亩的发射场 近零大海 掩映在万亩椰林里 发射平台 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指挥公寺大楼等主要工作间 点缀在其中 现在格外醒目 那么 这座新建的发射场 究竟有何特色之处 从悬址到落成 背后又经历了怎样显为人质的故事 在推直总装测试厂房 我们记者见到了北京客种工程设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刘小华 北京客种工程设计研究院作为发射场系统的总师单位 自2002年起 就启动了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计工作 如今这里的一切都凝结了他们整整14年的心血 我从2002年3月5号 它成立论证组开始 我们就参与了 而且这不光是我一个人 是我们这一个群体 这么个群体 几百号人都在参与做这个规划论证 海南岛是中国陆地位度最低 距离赤道最近的地区 在这里建造火箭发射场 可以尽可能利用惯性产生的离心现象 大大减少运载火箭燃料的消耗 同时三面环海的环境 也给火箭的运输和回收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安全性 比如说运输问题 新型的火箭长是31米左右 如果是在内陆用汽车用不了 道路没这么宽 还有隧道种种支援因素 火车也有隧道的控制 还有空运 空运的话我们这个问题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所以只能选择海运 那我们就是应该在沿海这个区域来建设 在海边建的话 它的航区和落区 基本上是无人区域 没有人口密集区域 所以航落区都是安全的 全职在海南 把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射场 从布局上面更加完善 使我们国家航天发射场的布局 有沿海内陆相机核 高低纬度相机核 在建造这座发射场时 必须攻克的技术难关 海南发射场的建设 这是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叫它是个 就是在抗台风 那就是利用两个铜体 这房子高是将近100米 大门高是76米 所以说这么大一个空间 要防止台风 还有抗震 这里是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在火箭发射流程中 首先是要把火箭 通过海上运输船 运滴完畅 运过来的火箭 要在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进行组装测试 确保各项数据没有问题 最后才顺着地面上这些轨道 转运到发射堂 准备发射 顺着这轨道往这边看 它运输是从这边进去以后 就把个助推 从那里推过来 在这有雕车 通过这个雕车 一点一点给它竖起来 进行组装 马基木一样 给它马起来 而为了降低气候条件 对火箭的影响 测试和转运的过程 需要尽可能的压缩时间 测试型的 就从这个轨道 就我们现在看到两边的这个 这轨道 这个距离也是20米 这跟火车轨道一样 跟火车轨道有点不同的 就是看着它是单轨 但是火车是三米三米宽 这个已经是20米宽 对 通过这个 这是它的起点 可以说是 这里 对 然后从这屋 一直走到发射塔架 就相当于是 这里是一个起点 然后把组装好的火箭 沿着这个轨道 然后向那边推 推到它发射台的那边 这个离发射台有2.7公里 现在我身后呢 就是长征7号的发射平台了 现在它已经完成了转运 已经运输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之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个橘色的部分之上啊 有一部分白色的 就是长征7号的尾部 而其他的部分呢 现在已经被不同的这个工作台 全部都包裹起来了 它一方面起到的是保护的作用 当然另一方面呢 即使是在发射之前 还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在这个工作台的内部 对它进行最后的检查和维护 可以说现在的这个阶段 应该是非常的紧张 对着长征7号运载火箭 被推入发射架 发射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 即将进行最后一轮的特试和模拟 临近发射 他们将面临着 怎样的发力和挑战 十一年摸一件 最终发射成功那一刻 他们有着怎样 与长征不一样的心形 军事机实验正在过头 触摸了航空 长征7号 与两部件发射最后的目视 我现在来到的是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的 指挥大楼里 那么站在这个位置 我们向外看顺我手指方向 与之遥遥相望的就是 即将在48小时之后 即将发射的长征7号火箭了 而指挥机构就是对它进行控制和调度的一个中心 那么其实在最后的48小时之内 工作应该是非常紧张的 但其实在整个这个大楼里还是感觉比较安静 那么他们最终的工作究竟是如何来进行的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挥大楼 拥有指挥 监控 以及管理发射场 各试验系统的关键角色 然而 不同于记者的想象 随着长征7号首飞任务的临近 指挥大楼里格外安静 随机走进一间办公室 满屏发射平台的图像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我现在看到这个屏幕上都是一些发射平台的照片 是吗 图片 对 发射之前最后一次演练 像我们这个航天有五大系统 在这一次五大系统就是一起走负三小时程序 然后就是看有没有问题 就是系统之间接口是不是正确的 数据传输是不是正确的 就可以说就是最终为了保证发射的成功 对 然后做的准备阶段 对 时间进入最后的备战阶段 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合列 对他们来说 尽管准备工作早已基本就绪 但随着发射任务的临近 紧张的情绪似乎愈发蔓延开来 现在已经进入合列任务 就是最后的关键阶段了 对外的这些技术约定已经确定了 我们就保持状态 然后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及时应急 紧张吗 紧张 一是比较紧张 二是 的确是很兴奋 因为我们八年的建设工作终于有要结果了 下午三点 全程三小时的联合模拟演练开始了 高度集中的实战状态 甚至让人感觉一切是真实的 十年摸一剑 此时 每一个航天人都想等待这场巨大的考验 我们从东西有参数单元比较多 同时包括策发 相关系统也都在参与 这次是重点 演练 我们大家相互之间的配合 包括信息发送 包括指挥调度的相关程序 这些所谓的进行一些全系统的综合的检查预演练 紧张 加班加点太多 加班加点 那是得很多工作 到了越在后面 然后需要做的工作 要做的越细 要求就会很高 最后一次合练进行的很顺利 而为了完善细节 合练后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忧心来继续工作 对于严谨的航天工程来说 任何瑕疵都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绝对马虎不得的 面对着他们奋战了十多年的岗位 这一刻的坚持 如同曾经的无数个日夜一样 平静而踏实 您现在是在忙是吗 对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我跟他们测试一点声音 测试声音 对 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吗 音量有点小 正在调 就这么小的一个事都要反复来调试 对 文差 文差 这个话筒如果调试不好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工作吗 是否影响 不是很影响 但是指挥员听不清口令 长城7号即将发射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绷紧的神经 希望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工作都能够顺利而完美的去完成 其实我刚才看到了 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他们在为一个话筒声音大小的问题 在不断的进行调试 反复的在测试 其实也目的就是为了在发射当天 能够让指挥员的口令 顺利而准确的下达到每一个环节 此次长城7号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 不仅是为了检测新型发射场 也是为满足我国载人空间站的进一步研究需要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同固领侧空站 听说这个部门呢 是在火箭发射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那么他们在火箭发射之前 究竟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我们现在就一块进去看一下 同固领侧空站是海南门昌发射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负责对长城7号火箭点火之后 初始段飞行情况进行监测 包括火箭点火以及飞行轨迹是否正常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 同固领侧空站和长城7号火箭的发射平台隔海相望 侧空站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法 对点火后高速飞行的火箭进行实时监控 这个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我们手续的一个一米口径的光线实况记录系统 主要是负责火箭发射初始段的实况记录 对于记者来说 摄像机是最为熟悉的一个拍摄工具 眼前这个巨大的摄像机 就是监测火箭升空后飞行状态的关键所在 那么这个大摄像机是如何工作的呢 在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将我们的设备对准那个发射塔架 然后将我们的那个镜头盖全部打开 镜头盖 对对 这个是一个镜头 对这就是我们的 对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光学镜头 我们设备一共有三个光学镜头 这里有一个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光学镜头 这个镜头好大 这个这个主动设系统的镜头是一米的口径的 然后这这两个小镜头是一个是一个是红外的 一个是彩色的实况的两个相机 在火箭运动的时候 我们这边通过操作手 操作这个设备就可以 它给你可以实时的跟踪这火箭 运转时钟让那个火箭在我们的市场中 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呢 其实和像我们的那个摄像机是一样 就是通过一个那种CCD的一种成像 然后是把火箭成像出来 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些图像处理之后 把我们的实时的那个图像 传送到我们的那个大厅 供那个首长那个一些指挥决策的时候使用 大家看我左手边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白色的仪器 就是同固领侧控站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系统 叫做光学实况记录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它主要承担的任务就是在火箭发射升空之后 对于火箭飞行实况的一个记录 以及飞行轨道的测量 那刚才呢 通过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 其实我的理解啊 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摄像机一样 它发射之后 它将会全程监控它的整个这个过程 而另外呢 这还有两个小的镜头 一个就相当于是广角镜头 它能够监测到火箭发射的一个更加广的范围 能够全程的记录它的这个飞行轨迹 而另外一侧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镜头 就是这个镜头 它就相当于呢 是一个夜间的拍摄仪 它能够观测并且测量到夜晚火箭飞行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我所见到的最大的一个摄像机了 你现在这个在做什么呀 我们正在检查我们设备的一个工作状态 看是否良好 我们是在前期已经做好了维护工作 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临站前的最后检查 通过和指挥员的了解 此时侧控站的设备都已经进入临站状态 但因地理位置特殊 近临海边 特殊的气候条件对设备安全的影响无处不断 关键时刻 侧控站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想出了很多办法 其实它也是多多少少会受到这样的环境的一些影响 这边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 因为像我们那个镜头上面镀的有一层那种铝的那种膜 它是受那个海水这种延误的腐蚀性 就比较还是比较大的 为了防止它被损害 我们平时是把它保护起来的 为了更精准地跟踪测量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运行状态 测控站人员想尽各种方法 保证系统设备说明的延长和操控的良好 时刻准备着稳稳结果这神圣的一帮 刚刚从测控站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 对于长征7号的发射来说 不论是指挥大厅 还是发射平台 还是我们的测控站 都是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来共同协作完成的 那通过这两天 我们对于每一个环节上的工作的探访 也能够看到其实航天人 他们这种严谨的认真的态度 我想也就是构成 最终长征7号能否成功发射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长征7号 以一个最完美的姿态成功的发射 10秒 9 8 7 6 5 4 3 2 1 点火 点火 起飞 起飞时间 仰纵10 纵3 纵7秒 13毫秒 全续长发 不差 高米约雷达分动设厂 小段系号设厂 文昌飞行设厂 北京时间2016年6月25日 晚20时时长 长征7号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厂 成功证捧 这是文昌发射厂的首次发射任务 也是长征7号火箭的首次飞行 长征7号设计之初 就被定位用于货队飞船 来对我国未来的空间站 进行图起 他的首飞成功 标志着中国航天空间站的建设 向前迈进了大火 而将这一切变为现实的背后 是一群航天人的 不懈奉献和努力 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科研人员 同志都觉得把这 当成自己的是个作品在做 当成自己的家在布施 在设计 我觉得发射厂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很神圣 你看着我们今天现在站在这 好像区区叨叨在这说话 我可能是用词不太好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来过这吗 你会第二次走过吗 很难 只能等着再下一发任务 所以我觉得航天人 每一次的 每一分冲 我觉得每一个岗位 他们都非常珍惜 比如走着 这是我感觉 那么短运轨道 这是我们来弄的 都是他们付出辛勤劳动以后 他们感觉到自私的地方 狼牙山武壮士 是人们传送了七十多年的名字 时间在不断推移 但历史不会改变 有关英雄的记忆 是否真的有些模糊 英雄是否已经远离我们的精神世界 军事记时栏目记者 深入作访英雄的亲人和战友 轻轻讲述 狼牙山武壮士的传奇故事 军事记时 下期播出不朽的英雄 狼牙山武壮士